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解讀计 探照灯的问题 好 来去引入一下被试定理 当然啦 您也许不太了解 到底什么是被试定理 那么 这一节课呢 我将会用被试定理的导入 来说明什么是被试定理 还有呢 怎么样利用被试定理 来解决数学相关性的问题 解决数学相关问题 也是很厉害的 好 期待今天的课程啰 好的 那么 现在老师要来开始说明被试定理的意义 好 我们这样子说啦 你看我们还是用数学 最后还是用数学问题来解决 刚刚那个机场的引路 的确同学觉得很有趣 但是呢 我们最后还是要找个这个什么样 系统化的这个方法 来去解决相关性问题啊 好 我们这样说 样本空间S 它里面有一个任意的事件 叫做A 那也就是说 这个样本空间一定是A跟A 去联集起来的嘛 像下面长这个样子 我们呢 在一个样本空间S中 这个A事件在这里 那A以外的是A 像我们刚刚说 A是什么 有感染的 A'是未感染的 这样子 OK 好 那么呢 我们在这个中间 在圈的一个事件 样本空间 的这个这个 里面其中有一个事件 叫做事件B 这个B呢 横跨A跟A' 好 所以呢 你看 这个B呢 其实就是 B和A的交集 对不对 B和A'的交集 那两块再去联集 所以这个就是B 这样子OK吗 好 你看 这样子联集起来 好 那么 现在呢 我要算的是 PB的这个几率 欸 PB的几率不就是 B和A的交集几率 加上 B和A'的交集几率吗 哦 那我知道了 从 条件几率 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哦 就是说 B和A的交集几率 其实呢 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 PA的几率乘上 呃 A条件下 B的几率哦 哦 这个就是贝斯定理 只是我把它 做个变成乘法的样子 呃 这是条件几率 把它变成乘法的样子 这里也一样 哦 B交A' 那其实就是 A'的 几率 对不对 去乘上 呃在A'条件下 B的几率嘛 好 相乘 好相乘 再两个相加 这样子 好所以呢 我啊 推广到 样本空间 S中 有N个事件 这N个事件 代表A1 A2 A3 一直到A2 你看长这样 哦 很多很多很多 对不对 哦 那现在呢 假设 这个AJ 都是大于0 AJ的几率 都是大于0 AJ几率 都是大于0 现在J呢 是从1 到N 它满足下面 两个条件哦 诶 两个条件 哪两个条件 我们现在假设 A1 A2 A3 我们假设这些 都两两互次 就是说 它没有 怎么样 交集 对不对 它没有交集 两两互次 哦 所以这个 样本空间 S 不就是A1 A2 到AN的联集吗 是不是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呢 呃 对对对 我们要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来给它一个叫 一个名词 A1 A2到AN 这样是样本空间 S的一个分割 你看 这些分割 所联集起来就是 原本的样本空间 OK 好 现在呢 我们A1 A2到AN 既然是它的分割 那 S事件中 有一个B S事件 有一个B事件 就对了啦 那这个PB呢 怎么怎么怎么写 PB就是 照我们刚刚的推论 照我们刚刚的推论 就是 PB呢 交A1 B呢 交A2 一直到 B呢 交A2 这样把它加起来啊 对不对 哇 这个是照我们刚刚的推论 所以呢 每一个每一个交集 依据之前 我们条件几率可以知道 哦 像第一个 B交A1 的几率 就是 A1的几率乘上 在A1条件下 B的几率 没有 这就是 我们之前讲的 有没有 条件几率把它变成法而已啊 之后 这些都是一样的东西 好 然后呢 一样哦 最后一个 也是 A1的几率 乘上 A1的条件下 B的几率 哦 这样子的 好 okok 好 所以呢 我们 我们又从另外一个地方也知道 在B的条件下 AJ 某一个AJ 的这个几率 其实就是 也是条件几率 你看 我把这乘上去就刚刚这种 好 对不对 好 就这个就是PB当分母 AJ交B 好 当分子 好的几率这样子 ok 好 所以就等于什么呢 哦 把刚刚的PB将全部带下来 在这里 好 相乘相加 好 然后呢 哦 A交B 好 就是A交B的几率 就是把PB乘A J 好 好 那所以呢 哦 这就是所谓的被试定理 哦 有点小复杂 对不对 好 我们假设呢 好 我们再讲一次被试定理 把刚刚那统整起来 哦 设A1 A2 一直到AN 是样本空间S中的一个分割 对不对 那这些当然都两两互斥了啦 哦 对S中的事件有一个B 好 当然B的几率是这个 大于0 所以呢 我们可以这样写哦 好 在B的条件下 AJ 它的这个几率 好 其实就可以写成 哦 A1的几率 乘上A1条件下B的几率 好 一直依此类推 加AN的几率 乘上AN的条件下B的几率 好 这个当分母 然后呢 上面就是AJ 有没有这个其实蛮好记得 AJ的几率 乘上 好 这两个交换 AJ的条件下B的几率 好 那这一个就是 好 我们来做一个立体演练好不好 因为刚刚老师讲的 你看在道法讲 我说老师这个 要背起来吗 其实我跟你说不用不用不用 因为老师是数学老师嘛 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是用数学的这个 系统化来跟您说嘛 对不对 那您如果觉得这个很烦很烦 没关系 这也到 不是公式 它是一个理解 好吧 它是一个理解 您不要去背 没关系我们来做这样的立体演练 你大概就知道我在干嘛了 我们假设呢 有一家电脑公司呢 有甲乙饼三个厂商 现在这样 甲呢 生产百分之四十 乙厂呢 百分之三十五 饼厂生产百分之二十五 那么 各工厂的 这个 电脑呢 检验不合 一定有不合格率嘛 分别是 它可能百分之四十 可是它不合格率 它动作比较快 可是做得比较初心 可能是这样 这里的员工 所以不合格率百分之五 乙呢是百分之三 饼呢是百分之二 现在 有一台电脑我们检验出不合格啊 可是我想说 知道说 这个不合格的电脑 会从已生产的比率会有多高啊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这样子说 这样的问题呢 哦 我们这样子 好不好 就说 社AI代表工厂 生 这个生产的工厂 所以有A1 A2 A3嘛 分别是加一丙厂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来自A1的几率百分之四十 A2的几率百分之三十五 A3的几率百分之二十五 这应该还好 对不对 好 那B代表不良品 就是不合格啊 对不对 在这个A1的条件下 就是甲场出产的不合格率百分之五 就我们刚刚 把刚刚那一些文字 刚刚那些问题 用这个数学式 倍式定义的这个模式来表达 对不对 A2的条件下 B的这个几率百分之三 也就是说 以场 这个出来的不合格率百分之三 好 丙场出来的不合格率百分之二 好 所以显成这个样子 好接下来呢 我们要问的是 哦 现在如果已经知道它不合格了 那出现是从这个移场出来的 A2出来 到底是怎么算呢 好 那我们就这样处理了哦 你看 好我们把它列在上面 好我们就这样处理了 怎么处理 哦就是 哦就是 呃这个 呃 B的几率当分母 然后我要A2交B的几率当分值 哦那B 是不合格 不合格怎么来的 哦 A1 呃这个夹场 哦的几率乘上什么 夹场不合格率在这里 对不对 哦 哦 加上 什么 这样还蛮容易的 你有没有发现 哦好所以呢你看哦 我们最后要算的就是说 哦你看哦 分母就是 呃我们要算的是什么 不合格 对不对 不合格是40%乘5% 好在这里 好加上35%乘3%在这里 加上25%乘2%在这里 因为不合格有三个来源嘛 对不对 那是从哪里不合格 我们要问的是 从夹场的不合格 哦夹场不合格 就35%乘3%在这里 诶这样就解决了 诶你们发现 其实贝斯定理 跟之前的 这个 呃 条件几率还 蛮像的 对不对 他只是 之前条件几率把它扩增了 好几个这个 呃这个 样 样本空间中的事件 把它扩增好几个事件 好 变好几个分割而已 好你们发现 好其实还蛮容易的哦 好同学 再从这个影片 待会儿去看看 体会一下 老师刚刚所讲的内容哦 好的同学 那么今天呢 老师呢 就讲了 贝斯定理的引路 也举了一个问题 用电脑这个 呃 不合格率来举这样的 贝斯定理的问题 其实 并没有想象中困难 同学 我们再一起学习 下一支影片 老师将会带着你来做一些 贝斯定理的 线上测验 加油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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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